这是周思琴给我的卡 里面总共有十万块钱 我给小布和柴姐 买了衣服和电子产品 还有外面那些饮料 食材什么的 可能就只剩五万了吧 留给你跟科研部 你怎么还在生气啊 那个 我跟你说 礼物在于真正 不在于数量 你看 多可爱 还有这个 这是周思琴给我的卡 里面总共有十万块钱 我给小布和柴姐 买了衣服和电子产品 还有外面那些饮料 食材什么的 可能就只剩五万了吧 留给你跟科研部 我帮你装起来啊 好 她为什么要给你钱 她还挺有眼光的呢 能看得出来 我是你的得力助手 所以想售卖我当见底 你就这么告诉我了 那当然了 我肯定不能信她的 对不对 还有 对付唐一炮弹的 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先把唐一吃下去 再把炮弹给打回去 小七 你酒拿好了吗 来了来了 我去送酒喽 原来是这样 天可爱的小鸭鸭 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吃火锅啊 我正要去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跟你解释一下 小七呢 她不是一个小七的女孩子 其实昨天她给我跟小布 都买了礼物 唯独她自己最喜欢的那条裙子 没舍得买 现在像小七这么傻的女孩已经不多了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哦 谢谢柴姐 这个呀 是我珍藏多年的八二年的拉肺 一般场合啊 我绝对不会拿出来的 好久了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又有新朋友 祝我们幸福 干杯 干杯 你怎么不喝啊 好像也没什么烦 看来酒精对机器人是无效的 好喝 你都吃八个丸子了 这个该给我了 不是 你都吃一盘虾黄子 你真是 别吵了 方烈 谢谢哥 你吃太多了 浪费 小七 多吃点龙虾 这个都给你 谢谢 哥 你真变你太快了 我回锅之后就没有吃过新田海鲜 少吃点 吃吧 反正买海鲜的钱都是你妈 是你 马上就能赚到的 只要你成为了一名大画家 你就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有道理 好 谢谢你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